在屏東上午今天也傳出了 有五千多戶突然是停電 而臺電檢查發現是因為強風 吹倒了路數 造成高壓線這個段路 導致零件破裂來停電 而經過搶修之後呢 在下午一點半的時候呢 現在已經全數的復電了 好就是在這個屏東市的林森路 東五段以及瑞光路 還有長治鄉 襄陽路一旦 在今天上午十一點四十一分 突然停電 這個總共是有五千一百零五戶 受到了影響 有工廠還因此作業停擺 而臺電人員派人到現場 進行查修 發現是因為強風吹倒了樹木 造成這個高壓線相接短路 導致零件這個破裂 才引起的停電 而在搶修之後呢 已經在下午一點半的時候 是全數的復電了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